来到左美联社 体育中心综合报道 日前胡人在背靠背比赛中连续输给火箭机灰狼苦吞目前联盟所有球队最长的七连败 不过洛杉矶时报人对自家球队很有信心 认为胡人与联盟中其他联败中的球队比起来比赛人打得相当有竞争力 特别是与联盟中的强队比赛时 伤兵不断的胡人近期尝试了许多新阵容 洛杉矶时报点出地步先发中锋的篮道 Julius Randall在比赛中表现相当出色 在队上火箭与回廊的比赛都有双十表现 并且在禁区对抗与防守上成为无人的防守后盾 另外由于球哥波尔 Lenzel Ball因伤缺阵及主力后卫卡德维尔波普 Kendavius Caldwell Pope因缓行而无法出席客场 比赛情况下胡人大胆启用新人恩尼斯 Taylar Ennis及哈特 Josh Hart 而两人也在队上火箭的比赛 双双拿到生涯新高的二十及二十六分 其中恩尼斯还传出十次助攻 洛美认为新人的出头 让胡人未来有更多阵容可使用 总教练华顿Luke Walton则认为球哥波尔 Lenzel Ball的确证对球队影响很大 他的打球方式能让我们成为更好的球队 无论他是否能够得分 我们都相信波尔能够打进关键球带领我们取胜 目前胡人以十一胜二十五败的战绩 在西部近培末座 不过球哥波尔目前已经回复 练球与主力中锋B 罗培兹Brick Lopez有机会在下场 对雷霆比赛同场付出 伤兵回归的胡人有望只败脱离电帝行列